這一回在台南高雄是狂勝了40萬票 所以在南票北宋 因為其實在北部的票數並沒有那麼的漂亮 那也因為高雄跟台南看起來依舊是鐵板一塊 那我們可以看到另外在桃園 基隆跟新竹 看起來好像就沒有那麼民運黨想那麼理想了 特別我們可以看到大阿葛 鄭文燦 他是有因為疫情的關係也缺席了選情之夜 但是超過60場來辯護三接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藻礁的部分 同意的還是有53% 不同意46% 同時他在這個四個案當中 都是同意大於不同意 那現在針對現在誰要來接班呢 在民運黨的部分就可以看到 郭政良又說了 這回公投大選誰是大贏家 他認為是賴清德已經被解放了 可以到處跑 可以看到在這次的宣講 從北到南 從上到下 賴清德他也是聲音蠻多 而且跑得非常的勤 洪偉姐 其實這次就是可以看一些後續的效應 我剛剛就在講就是說 他對於民進黨裡面 他的這個接班原來的布局是真的是被打亂了 因為大家原來認為說賴清德 他最大的敵人就是鄭文燦 因為蔡英文明顯是喜歡鄭文燦的 那賴清德所以以前也像小媳婦一樣 沒有什麼聲音 沒有什麼聲音 對 要做一個沒有聲音的副總統 以免功高震主 讓蔡英文不高興 但是在這次的整個公投宣講裡面 那麼因為他府院黨是全面的出動 所以你可以看到賴清德也非常的賣力 而且真的是馬下臉 大家記不記得賴清德當時 從行政院院長下來的時候 還曾經因為開放反萊豬造成的社會的 大家的不安道歉 所以他在他的心裡面 這個我想在他的內心裡也覺得 開放萊豬對人民是不好意思的 讓大家覺得很不安定 會覺得憂慮 他也是覺得不好意思 可是問題是現在整個的府院黨 一聲令下 蔡英文現在大權在握之後 你想想看嘛 誰敢不服蔡英文的這個 他的指揮 所以賴清德他也是從台灣頭 跑到台灣尾 幾乎就是說他的這個 包含他的能見度 聲量 因此都已經出來了 那再加上最後的結果 好死不死你鄭文燦 他看的桃園市這個開算的票 那麼難看 所以在某一個程度 我剛剛講就是說 鄭文燦重見落馬 那所以對於賴清德來講的話 就是他大大的加分 至少在某一個程度 你常去看那個宮廷戲 你就知道了 那個太子 你知道一些那個阿哥 天天在那邊算計他對不對 恨不得的那個太子 出一個什麼事情呢 讓這個父皇震怒 怎麼冷凍太子 現在沒有啊 就是那些阿哥出事了 現在阿哥出事了 所以太子比較 穩了嘛 那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他們的權力的 微妙的鬥爭的狀況之下 那就是說 在他們這個所謂 他們的終身代來講 賴清德 鄭文燦 還有再加什麼 林志堅 林佑昌 那這一次 鄭文燦 林志堅 林佑昌 都受傷嘛 是 因為剛才講說 這幾個縣市呢 林佑昌呢 因為他這個金融市市長 當完了 他甚至想 來選台北市長 甚至呢 想要入閣等等之類的 可是這次看起來呢 就說這個成績不夠好 對 他也是同意大於不同意 對 同意大於不同意 因為對於這次 他們有所謂的KPI 是 那個KPI 其實好像很複雜 但是呢 最後呢 你的結果 這一翻兩瞪眼嘛 那你林志堅 本來蔡英文喜歡喜歡 他的要死對不對 也是說 要 新竹市當完了之後 林志堅去哪裡 林志堅本來想安排到桃園 可是呢 鄭文燦不喜歡他嘛 並不想讓他去選 所以呢 要怎麼樣讓林志堅 延續他的政治生命呢 所以在選前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在 在演你所謂的那個 新竹市縣合併 讓這個林志堅可以延續 他的一個政治生命 如果他有機會 去選一個直轄市 哇 這個林志堅 更是不得了了 未來就是明日之星啦 更上一層樓 可是現在看起來呢 好像也有受挫的感覺 所以這個是在民進黨本身 內部已經出現 非常非常微妙的變化 而且我剛才特別講 也就是蘇貞昌如果不能夠 在短期內改組的話 因為本來大家都認為說 在公投本來是8月28號 當時不是一再傳 蘇貞昌不穩 蘇貞昌不穩 然後公投結束 因為那時候也大家都認為說 公投的這個結果不會很好 對 你怎麼換掉他呢 你看蘇貞昌 也真的是拼了老命了對不對 這個年齡那麼大了 也到處跑啊 然後拿了這個撞球 到處跟你講 然後什麼話都敢說 是 然後最後還跟你講說 你是要美國呢 還是要中國 莫名其妙 我要不要吃萊豬 只是我要不要吃 就是有來記的跟沒有來記的 最後呢 放在前面是跟一個美國 一個中國 欸他很會掰吧 對不對 很會扯吧 用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真的就是 像他們現在為了自己 所謂的權力保衛戰 就是他為了他的位置保衛戰 已經無所不用其極 就是說已經 就是睜眼說瞎話 顛倒是非黑白 他們通通敢做 好那到了現在 那大家論功行賞了嘛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內部 自己本身的權力鬥爭 跟所謂的派系鬥爭 都已經會 還是會繼續的非常激烈 不要忘記喔 那個林秉書對不對 林秉書因為他跟那個 新潮流的那個 他的關係特別好 那本來就是在 明年的縣市長選舉裡面 大家蠢蠢欲鬥 然後呢 表面上看起來很團結 但是呢 私底下大家腳腳 踢來踢去 踢來踢去 所以才會使得 蔡英文最後收回初選的權力嘛 所以我乾脆收回 你們通不要想怎麼初選 最後我來提名 所以蔡英文他仍然是權力 大權在握 那我要講一下 如果有一點時間 我知道其實我們都很希望說 能夠安撫我們的支持者 也希望能夠說 能夠讓我們在這一場的 這個選舉裡面 我們怎麼樣能夠繼續走出去 但是呢 以下我還是要談一下 如果今天國民黨都不檢討 國民黨還認為說 OK沒問題啦 是民進黨輸啦 我們也沒輸什麼都 我告訴你 明天選舉 我們真的堪憂啊 會很擔心 我真的很擔心 大家繼續這樣的獲悉你 我認為這一次 我們真的要看到的是 第一個 團結的民進黨 對上了一個 不夠團結的國民黨 大家同不同意我的話 就說確實是如此 因為民進黨他現在以一個 威權式的 威權式的方式 很少吧 說還要給什麼 這些公職人員啊 縣市長所謂的KPI 過去他沒有這樣搞法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他是極有紀律的 在去貫徹 他的所有的指令 他有一個大腦 那個大腦呢 就是蔡英文 跟他的幕僚群 然後他指揮他所有的手腳 大家呢 大腦一下達指令 我是絕對是 我的手腳是 動起來 而且 對動起來 你看這次縣市長 即便是 即便是 很多縣市長之前 或者有一些 民進黨立委之前 你認為 他對於反萊豬 他沒有疑慮嗎 誰要吃萊豬啊 拜託 誰要吃萊豬 所以當時他們 確實是有疑慮的嘛 特別一些豬農大縣市 對 包含豬農大縣市 可是你看到 沒有 這樣的包袱 背不背 背 你看他們所有的縣市首長 我常常覺得說 我真的超 我超級那個什麼 佩服陳其邁 陳其邁你有臉在被宣講啊 你有沒有臉宣講 你當時是要讓總統下台 可是 在這樣的一個大旗舉起來 一個民進黨的黨中央政策 宣達下來的時候 這些縣市首長 辦宣長活動 辦大型活動 要不要辦 辦 然後你要不要站在街頭 要不要站 要站街頭 你要不要推動 通通要推動 那你陳其邁 管你以前講什麼話 我就說 真的就可以 真的馬下臉來嗎 十分賣力 對 就十分賣力啊 他都忘記 我管你 你們怎麼樣網路上打我的臉 無所謂 今天我陳其邁 就是聽黨中央的話 所以這就是一個團結的民進黨 你再討厭它 但是你現在看到 民進黨真的是團結的嗎 那我們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這一些紛紛擾擾 是很團結的嗎 我覺得如果我還在講說 這是一個團結的國民黨 我自己講的都很心虛 所以如果國民黨不正式的去面對這樣的問題 不要去 就是說繼續的 我們可以繼續頭腦心態 把我的頭埋在沙裡面 看不到這些問題 或迴避這樣的問題 在下一次大選裡面 還會不會發生 我保證還會發生 在我們聊天室呢 有很多這個網友 非常贊同洪惠議員的意見 也說這個空凝 他就說 國民黨的先生長非常不團結 這是失敗的最大主因 但是也有人想要來問問說 那為什麼不團結呢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 請大選委員帶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一回的這個 色項公投當中 可以看到各個縣市 大部分都是一面倒的 不是四個同意 就是四個不同意 但是在新北的部分 新北我們來看到侯友宜這邊 三好一壞 只有不同意核四重啟 還有台中 台中是三壞一好之後 同意公投綁大選 所以可以看到 在這個政治版圖顯示 在這個部分 好像是淺綠或是淺藍 慢慢有這樣的趨勢 在國民黨的部分怎麼看 對我想 其實我剛才一再的強調 就是 基本盤的消長 它是一個動態的變化的過程 所以 在過去的幾場選舉裡頭 藍綠基本盤 隨著整個的選舉的情勢不同 最後的選舉結果 也有一定的變化 但是如果我們看這一次的公投 這幾個相關縣市的變化 我們不難可以發現 譬如說 我自己本身的桃園市 桃園市 藍綠的基本盤 現在重新回到了 大概藍營領先綠營 七個百分點左右 今天下午看到鄭文燦 對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說其實只差五個百分點 跟明年的選舉 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但事實上不是差五個百分點 是差了七個百分點 那麼 在桃園市藍營基本盤 重新的領先綠軍 這是 坦白講 這是一個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在過去 鄭文燦執政了八年的時間 他用了非常大的力氣 用了非常多的資源 在經營地方上的 相關的這些關係跟團體 所以 在鄭文燦經營了八年之後 他始終還是沒有辦法改變 像在桃園市的藍綠基本盤 如果我們看到像在基隆市 基隆市藍營的基本盤 可以領先綠營已經超過了 十個百分點 那麼 大家不要忘記 基隆市也是林佑昌 經營了八年的地方 所以顯然 不管是鄭文燦或者是林佑昌 在這八年之後 他們 最終離開前 他們所交出來的成績單 當然對民進黨來說 如果真的有KPI的話 那就是不合格的一張成績單 因為他們不但沒有繼續維持 他們當時在執政時候 不管是鄭文燦或者是林佑昌的 選舉的優勢 最後走到了公投選票的時候 會發現 這兩個縣市 如果你以公投的得票率 跟縣市長的選舉的得票率來看的話 簡直是一個翻轉的狀態了 也就是說 藍營在桃園市 基隆市 甚至像在新竹市 某種程度來說 都已經維持了 某種基本盤的優勢 但是在新北市 大家仔細看一下 也許就不難發現 為什麼侯友宜的態度 會比較謹慎跟保守 因為事實上在新北市 藍綠的基本盤 只差一個百分點 所以如果我們不看 核四公投議題 我們只看萊豬 這個公投榜大選 跟這個珍愛藻礁的話 事實上藍綠基本盤 只差一個百分點 就藍營只贏了 民進黨一個百分點 而且我必須要說 這個一個百分點 還不見得是藍營的 因為我一直強調 這個反萊豬跟珍愛藻礁 也是民眾黨 一直不斷地在宣講的 所以我只能說 反民進黨的勢力 跟民進黨勢力的 這個基本盤來看的話 只不過是領先一個百分點 集團的名字 請按個字